中老铁路开通近两年来 跨境客运列车辐射的范围不断扩大 今天北京至外向旅游专列正式发车 由于目前北京地区尚未开行 中老铁路跨境客运搬列 所以这趟旅游列车的开行颇受欢迎 虽然是在凌晨发车 但等待出行的旅客兴致不减 因为在这之前我没有做过专列 我这是第一次做专列去出去旅行 真的就想去看看 到底这个中老铁路是个什么样 凌晨2点02分 旅游专列准点驶离北京丰台站 此后他将沿京广 护坤普苏列车线路前行 途经贵州利波 安顺到达云南昆明 再沿中老铁路抵达老卧万象 在老卧万象 万荣 郎伯拉邦等地均有停留 返程途中还将经过云南西双版纳 和湖北赤壁等景区 全程运行15天 由于老年旅客多 行程时间长 中铁旅也在饮食 住宿和签证等方面 提供了诸多便利 签证工作由中国铁道旅行社统一办理 游客只需要提供在有效期半年 空白页 四页以上的有效证件 出团前五个工作日 交给我们统一办理就可以了 对 最后一切的一切